全新划设好的行人专用实相要提升这里行的安全 由于附近有基隆商工、明德国中以及长新国小多所学校和七堵火车站等 每天都有许多学生和民众利用七堵长新车型地下道 东新街出口处这个十字路口来来往往大小车流量以及学生和行人非常多 因此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争取下 这个十字路口最近也划设好全七堵区第一个行人专用实相 希望在上下课专用时间内过马路的学生和行人可以直接走对角线 提升过马路的安全性和便利性减少影响车辆的行径和停等 七堵火车站东新街这也是我们七堵区的第一个就是行人的专用的一个实相 那主要说因为七堵火车站这边的这个就是通勤组非常的多 加上这里有常兴国小还有明德国中还有这个就是基隆商工 那因为这边的这个尤其是上下课时间 这个学生非常的多 那避免这个人车的一个就是交织的一个冲突 那特别就是在七堵区的第一个这个就是我们的行人专用实相 希望能够就是减少就是说这个这个车祸的一个影响 那也提升行人的一个安全 那我们市长从就任到现在一年多 他一直提倡这个就是说有善行人嘛 所以非常的这个重视行人的安全 那也谢谢我们交通处重视这个案子 在七堵区在这个东兴这边先示范这个时段 那我觉得说如果说在这个时间的调整 如果我们这一阵子看怎么状况 再来做一个适度的调整 杨秀玉指出目前规划行人专用实相使用的时间 是以学生上下课期间为主要考量 早上七点到八点 中午十二点五十分到一点十分 下午则是三点五十分到五点十分 将先试用一段时间 如果有需要再请市政府交通处改善使用时间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